每当车辆要左转驶进公路 就得先右转到前面路口再回转 而且如果贪图方便 直接左转跨越双黄线就等同是违规 这样的情形就发生在 供辽区台二丙县28K处 也就是下双溪24号的路口处 居民抱怨路口双黄线 出门都得绕一段路 他们这边的出路不方便 因为刚好前段后段 都有开孔可以回转 就只有中间没办法开动 因为这可能是交通法规的问题 或是道路设计的问题 有请我们的交通局能够来 延堪之后能够帮助里面 让他顺畅的通行 当立里长就表示 居民反应出门路口就是双黄线 要左转得先右转到前方路口再回转 但前后不到200公尺的路口的双黄线 都各开缺口 就唯独这段没有开 让居民觉得出门很困扰 因此才向民意代表来澄清 民众建议说是不是在这个路段 开一个缺口 然后使民众进出比较方便 那一切就是由我们相关单位来评估 因为其实民众是没有办法直接左弯的 那以民众的需求来讲 他们当然是希望我们可以在双黄线的部分 开一个缺口 那让他们方便左弯 但是因为相关的专业单位呢 在评估上这个试据上还是有待商榷 所以我们还是需要再研印 地委赖品服务出就表示 经过当地居民的陈勤 今天邀请相关单位人员现场会刊 不过路段和路幅都有多方考量 希望借由各单位的专业来评估开双黄线缺口的可行性 借成为共聊采访报道